市场是创新的龙头 利用台湾非常领先最好的基础硬体 再加上软体 作为一个服务的一个新的事业的模式 以服务为主 这种发展方向 因为是Total Solution 我就想说 台湾反而在智慧医疗 智慧城乡 很多的领域里面 以台湾为发展的产役 投入的资源比较低 风险比较低 回馈比较快 成功的机会比较大 以做这个为基础 下一波是以内息带动外销的新思维 它是一个高附加价值 是一个整案的输出的观念 而不是过去 我们只做代工的 一点点的小分工的一个领域里面 整体的掌握钱不在我们台湾 我是认为尤其像智慧医疗 还有未来的智慧城乡 都会在国际上 会非常具竞争力的新的一种模式 会非常高负加价值的 不是不像过去是大量生产 而是少量多样 互加价值高的一个新的领域 我们所做的事情 今天在台湾做 如果没有办法 想办法复制到全球的话呢 它的价值是受到限制的 市场一定要够大 那医疗是有可能 是全球都会变成台湾的市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